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舟,五霸七雄闹春秋,说是龙争虎道。 今天再说了一段,叫红碧园,也叫龙潭暴落。 为什么叫龙潭暴落呢? 这是在龙潭暴,老鲍家跟老鲍家,在这展开的一系列的故事。 还叫绿牡丹。 这不说历史背景是什么时候呢?古代残堂的时候。 简简单单的把这个历史背景,先交代一下。 唐高祖李渊一同天下,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大唐皇朝。 这李渊呢,在位做了是九年。 后来呢,秦王李世民发动了宣武门之变。 杀了皇太子李建成,逼他父亲退位。 李世民就做了长朝的第二位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李世民呢,在位做了是二十三年。 临死的时候,留下一证。 李皇太子李刚,为储君,他死了以后让他当皇上。 李刚当了皇上以后,他儿子开车车出来把人撞了。 这在东庄始发,这土皇子也才下去了。 说串话,不对。 李他儿子,皇太子李治,不是李刚。 这李治也就是历史上的唐高松为储君。 李世民死了之后呢,李治当了皇上。 李治在位的年头可不短。 做了四十四年。 在临终之前也留下一证。 李皇太子李显为储君。 他死了之后呢,让李显继承他的皇位。 哪成想啊? 李治死了之后, 正宗皇后武则天发动政变。 由他取代李显,继承了皇位。 武则天当皇上。 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 您说,在那个封建年代,女子当皇上是绝对不允许的。 因此。 因此,受到从上之下的一致反对。 这才迫使武则天,不得不采取暴力和镇压措施。 那他这一使,这使用这个高压手段。 有道是官皮迷反呢。 就避伤了天下各路的英雄。 这造反的大骨小骨,有白骨之多。 其中有两家势力最大。 先说头一家,就是薛刚。 薛刚乃是明门之后建门的胡子。 他爷爷是平辽王,薛李薛人贵。 有时候咱们说相声,唱的有分合班。 说的就是薛李薛人贵。 他父亲是两辽王,薛丁山。 薛刚呢,直接因吃酒带醉,大闹花灯盛会。 。 铁子太子,惊崩盛驾,落了一个满门抄斩的罪图。 全家三百六十个猴,都死于道下。 薛刚和他弟弟薛强,两个人侥幸得了活命,逃门在外。 后来薛刚呢,占领了九燕山。 为了给全家报仇,招揽天下的英雄,齐聚九花山。 天下的英雄呢,对老薛家的遭遇有甚表同情。 所以,薛刚是声势浩大。 势力越来越大。 另外一点,就是他兄弟薛强。 在国外还招了护马子。 为了给全家人报仇,是招兵买马,聚草屯粮。 势力也不小。 就在这儿俩,对大周朝就构成最大的威胁。 武则天因此,荒荒不得终日。 咱说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这个动荡的年代。 说的是广陵、扬州老洛家。 此人姓洛,叫洛腾云。 武进士出身,自幼西武。 受过高人的指点,名人的指教。 长拳短打马上步驾驶,无意不惊。 一身好功夫。 洛腾云呢,受朝廷的差遣到定星县, 做一名游击将军。 洛腾云走马上任,一家人来到定星。 都安顿好了之后,都铺派完了,铺派好了。 开始操演人马,防守城池。 当武将的可不就这点事吗? 天天操演人马, 保证城池别出了事,这就算完了。 可是这个地上不打仗。 所以呢,给他身子就闲下来了,没事儿。 没事儿怎么办?正好,腾出时间来钻赢自己的武艺。 由于洛腾云有名浪,前来拜访的人是络绎不绝,非常多。 自己还收了一百多徒弟。 这徒弟分云鹤九霄。 这是洛腾云,这是郭德纲,确认说。 收了一百多徒弟,但是没排字啊,该叫什么叫什么。 洛腾云呢,家里这个人口很轻。 就俩孩子一个老伴。 其中一个孩子,就是他亲,亲生的儿子,叫洛洪勋。 这孩子可有出息。 长得也好。 无论是挑戈,还是这个武官,都是堂堂一表。 面似银盆。 一双红木。 两刀剑为之叉入殡。 堪称是美男子。 人性也好。 啊。 人也好,性子叫这个, 人性好就是。 嘿嘿,你别想歪了啊。 就是人性好。 忠厚老师。 受他父亲的栽培呢, 也学了一身好功夫。 啊。 长拳短打, 马上不下。 也是无所不能。 另外一个孩子呢, 叫于谦。 呵呵呵呵。 您各位别说, 这不是咱诚信家的这个于谦。 这个部书里边, 确实有这么一个人物叫于谦。 不是我诚信散坏啊,说怎么着。 我诚信散坏啊, 确实。 叫于谦。 于谦呢, 是个仆人的孩子。 是老落家的奴才。 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呢, 对老落家不错。 落老爷呢, 是百般疼爱。 就念起他的功绩, 对他的后代, 是百般疼爱。 于谦啊, 小的时候长得虎头虎脑的, 挺招人喜欢的。 这落老爷呢, 也非常喜欢的。 但是呢,于谦有一个特点。 劫少, 有一把子力气。 到了十三岁, 就长成成人的模样。 天天跟大人在一块。 百般的帅叫顶牛。 就是大人, 也不及他力气大。 因此得了一个美称, 叫铁膀子于谦。 有力气的。 双膀一方, 有几百斤的力量。 另外就是他自己老伴, 骆腾云的老伴。 第二。 这个骆腾云呢, 一共收了一百零四个徒弟。 但是不一定每一个都喜欢。 他最喜欢的, 就俩徒弟。 第一个, 就是鼎门大弟子, 胡莲。 这胡莲啊, 是山东安县胡家八的人。 九木落老爷的大名, 打山东不远千里拜到门下。 一来啊, 带着行李来的。 这师父家一住就是三年。 这徒弟爱学, 师父爱教。 一二俩抱着膀子这么一干, 就是三年。 跟你乐什么呀? 干,就是俩人啊, 他真学,他真教。 嘿, 两个人, 到了三年头上, 人家胡莲出徒了。 回到山东老家, 但是没断了跟陆老爷联系。 啊, 封年过节, 他派人送来种礼。 这胡莲呢, 擅使一条钢鞭, 鼓动起来几百人进不了身。 因此得了一个美称, 叫金鞭胡莲。 另外一个呢, 最喜欢的, 就是定兴县等福本县的人, 姓任, 叫任正谦。 任正谦是家称人职啊, 家里有的是钱, 咱定兴县, 是第二大首富, 站着房躺着地。 但任正谦, 命不好。 因为什么呢? 自幼, 无父无母。 到了十四岁, 就成了孤儿了。 幸亏啊, 自己家里边有一个老院工, 叫任中, 对他们家是忠心耿耿。 给这个任正谦, 一手拉扯成人。 养大了, 找了不少教师爷, 教任正谦工作。 任正谦呢, 打小了, 也喜欢的呀, 好动不好劲。 要说读书写字, 当时武官宁得一块去了算是, 跟包子似的。 要了, 一说练武去, 当时这挑戚也没了, 经验头又来了, 所以这几年呢, 也练了一身好功夫。 这任正谦, 这母娘长得残脸, 高高大大, 胖乎乎的, 又蠢又笨, 长得一张大黑脸, 一脑袋黄头发, 阔口脸塞, 面向凶恶。 就因为这母娘, 找媳妇成问题了。 谁叫婚姻语说, 找这个模样来, 人家就咧嘴。 所以呢, 一直拖来拖去, 但是这个, 任正谦也绝不上阐着。 你不愿意拉倒, 我自己练我自己的功。 嗯, 拖来拖去, 一直就拖到二十多岁, 就二十多了。 你说二十多岁, 要没个媳妇, 也不见过家呀。 老家院任中, 也不一直着急。 替他着急呀, 怎么办呢? 找自己身边的这些朋友, 给他介绍。 这帮朋友呢, 也缺德。 没事的时候, 就带着任正谦, 逛妓院。 我怎么教不着这样的朋友呢? 哈哈哈哈哈哈。 谁花钱先搁一边? 带着任正谦, 放妓院。 哎, 说了也巧。 在妓院里头, 认识一个姑娘。 这姑娘姓赫, 叫赫春莲。 咱简称赫氏。 两个人一见钟情, 心心相应, 难舍难分。 任正谦一看, 找个这样的媳妇也不错。 啊, 花了五百两白银, 替这个赫氏输了身。 这赫氏呢, 就成了任父的大奶奶了。 结婚的当天, 这大操大半。 定性献有头有脸的, 都前来祝贺。 这赫氏进了门来, 哎, 还挺好。 挺会来事儿。 而且还挺有财战的。 把整个任父, 拔持的是结结实实。 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从上到下, 没有一个不赞成的。 挺好。 任正谦呢, 看了点心里也挺高兴的。 行。 说明自己的眼光啊, 没把错。 自己这份心呢, 也能腾下来, 研究自己的武艺。 赫氏是不错。 但是它有一个个, 叫赫氏赖。 这小子天生的不是东西。 这赫氏赖呢, 本身是无亲无故, 就是有那么一个泡妹。 跟赫氏, 是打南方闹水灾, 来到定行县的。 这赫氏赖, 为了生计啊, 受了灾了没钱。 为了生计, 赫氏才到妓院当了妓女。 赫氏赖呢, 肩不能挑挑, 手不能提栏, 就跟着赫氏在妓院里边, 沏个茶倒个水啊, 跑个道买个东西, 干点灵活。 哼, 到赫氏, 嫁到任家以后, 也就给他带过来。 任正天这人呢, 厚到, 这么厚。 就给他这舅爷, 一个总管的位置。 当个管家吧。 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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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香的喝辣的, 手底下管了好几十人, 你还说了算, 还想怎么着, 这小子干嘛, 你吃饭了, 你喝足了, 就不是啥了, 吃喝嫖毒, 门门都惊, 门门都惊, 啊, 最大的毛病, 就是好耍钱, 上赌场里头, 赌钱去, 赌场那个地点, 您说, 神仙去了都得输钱, 他也不例外, 我身上所有的积蓄, 都输光了, 书光了还不算啊, 外头, 还拉着一屁股外战。 怎么办呢? 老人家, 有钱, 有的是钱, 甭说别的, 就认证千里书房的摆设来说, 任何一样都价值不菲, 都是好东西。 诶, 偷, 要不说呢, 赌场出贼心, 这是老话, 这个不带错, 赌场出贼心, 书急了没演了, 没招了, 就偷去呗, 在, 到书房, 一开始啊, 偷着个小件, 捡小件, 我袖头一吞, 走了, 车钱换成钱, 接着赌, 嗯, 再没辙了, 找他妹妹药, 当然, 药的时候你撒谎了, 不能实话实说呀, 今天我买点帽子吧, 后天我头疼, 我抓药去, 我买药, 再转过来, 我想添两点衣服, 这赫氏是十两二十两, 没少给他, 但是背水车薪, 解决不了大问题, 后天还跟着再偷着点, 偷一样, 不解气了, 偷两样, 偷三样, 也没人发觉, 到最后, 偷小件不过瘾了, 偷大件, 也该着出事儿, 任正谦, 书房这个书桌底下, 有一个大火盆, 大火盆是传统打造的, 上乘要一要, 得有四五十斤, 臣不说, 据说这是一件古董, 三国年间流传下来的, 任正谦花了一千多两银子, 才买到手的, 这小子就看上这家, 大火盆了, 这玩弄说这, 最少我能卖二三百两银子, 这少说, 我最起码我就能过一段, 但是呢, 一直没有机会, 下不了手, 哎, 有这么一天, 任正谦啊, 出去访客去了, 没在家, 这小子一想喝, 机会来了, 把底下人都打喝出去, 他从这个书桌底, 把这个大火盆就弄出来, 你想, 这东西挺沉的, 刚才咱说了, 这赫世赖, 没劲儿, 软, 弄得浑身湿汗, 低了这两个耳朵, 他想啊, 从脚门走, 没成想, 走到二刀门这儿, 正赶上任正前访客回来呢, 嗯? 看了一个正着, 走, 哥哥, 您干啥呢? 你这干什么呀?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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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 这火盆啊, 有一条腿的蛇了, 我找个手艺人, 我给他焊上, 焊上之后呢, 到冬天, 咱会去暖腰吗? 任正前一看, 他说话就不对, 变烟变色, 呃, 词不达意, 咳, 两步就过来了, 把这火盆拿起来一条, 上上下下, 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 这几条腿完好不缺, 大哥, 哪条腿坏了? 你找手艺人, 修你哪, 修哪条腿去? 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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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词儿了, 任正前心再粗吧, 也看出怎么回事儿来呢? 当时就急了, 果然大, 让手下人, 把这火盆弄到书房, 把这小子叫到屋来, 让任正前, 这顿损呐, 只得鼻子骂他, 姓赫子, 你有良心没有? 啊? 管你吃, 管你喝, 还跟你开着贡献, 老任正对你怎么样? 你派派良心, 啊, 我们家能养贼吗? 你还要偷, 收拾收拾东西, 我滚, 一会儿都不能留, 马上滚, 给轰走了, 未念亲戚之情, 任正前, 真不错, 从这一点上, 给赫世赖, 支了一年的贡献, 打发走了, 这小子出了门, 回头看看, 没人了, 跺了脚的妈呀, 任正前, 任正前, 好, 你小子大黑脸一嘟嘟, 你六亲不认了, 就算是我赫世赖, 有不对之处, 就凭我妹妹天天晚上陪着你睡觉, 你应该给我留碗饭吃, 啊, 当着这么多人, 没鼻子没脸的, 给我轰出来了就, 行, 留着你再放着我的, 但愿, 你任正前, 一辈子都走运, 我赫世赖, 一辈子没有发迹的时候, 倘若不是这样, 我必报今日受辱之仇, 你这样, 中国也有句古话, 叫得罪十个君子, 不得罪一个小人, 这些话不如道理, 就这种人, 咱就现在这社会上都有, 而且大有人在, 说的是, 跟他好的时候, 有千个好, 万个好, 都当得了, 有一个不好, 就算是给他得住苦了, 而且这种人, 你还喂不下来, 喂不活, 这赫世赖呢, 就属于这么一种人, 打这儿就算坐下后了, 到后来任正前, 差点死的他身上, 差点让他弄死, 当然, 那是后话, 再攒去不听, 料下赫世赖, 他还不说, 但说任正前, 回到自己房里边, 跟赫世, 把这个事原原本本的一说, 赫世眼泪下来, 心里说话, 各个各个,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 啊, 现在咱过这种日子, 有吃有喝, 有钱花, 这是老天赐给咱们的, 你怎么能还不知足呢, 回头再想想自己的丈夫, 做的也没错, 你能说出来什么呢, 对不对, 给他开了一年的贡献, 已经做得人之一尽了, 有心, 想替哥哥, 说两句好话, 但是, 你怎么张嘴呀, 这话你从哪说呀, 只好打掉牙, 往肚子里咽, 掉掉眼泪罢了啊, 任正前子劝了一会儿, 出去, 该练功还练功去, 赫世在家里边偷偷掉眼泪, 咱不提, 再说任正前, 正在这结果眼上, 骆腾云走马上任, 来到定兴县, 任正前一听, 骆腾云要来, 好的, 那我得去投奔, 骆腾云那是无尽是出身的, 在江湖上非常的有名, 而且挺有威望, 打发老家园任中, 买了八甩重礼, 赶奔幽极衙门, 进了幽极衙门以后, 见到骆老爷, 哭哭就跪下了, 口尊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当时可是老头儿弄愣了, 哪个事儿就是, 你来拜师, 我还没说受你呢, 你就自称是徒弟了就, 不过一看着任正前, 挺喜欢的, 长得人高马大的, 一表堂堂, 够个武将的材料, 挺喜欢, 说你要拜我为师啊, 是师父, 您都会什么呀, 我会说学逗唱, 人家废话, 那臭双样子说的, 这不余谦过来, 骂谁呢, 他说, 你这儿吧, 你会什么, 你都过来练练吧, 我看着, 任正前, 铁头英云, 一想堆死, 你要想拜人家为师, 你就得够个材料, 把平生佛学, 都得给人家抖落抖落, 说了话, 把那个宽大的衣金, 款掉, 来到院里边, 骂老爷呢, 也没什么事儿, 带着合伙上下, 就连罗红勋, 于谦都出来了, 抱着肩管头在房间, 你也看着他, 任正前, 练了一趟, 躺躺拳, 这趟下, 练完了之后, 骂老爷是鼓掌叫好, 好, 好, 练得不错, , 虽然是鼓掌。 骂老爷也连连点头, 于谦呢, 在旁边也是鼓掌喝彩, 练完了拳脚, 又练了一趟六颗刀, 又扎了一趟花枪, 骆腾云一摆口 团了 那徒弟我收了 以后你就是我徒弟 呵 任正谦高兴 没 趴在地下二次磕头 磕完头站起身来 到后院见过师娘 打今天起 任正谦 可就住在了洛福 就住在这个游记衙门 天天跟老头学功夫 感情这学功夫 不是那么简单的 得起早贪黑 讲的是二五更的功夫 任正谦比较认真 有一招学不会 不吃不喝不睡觉 也得学会了 是真下功夫 通过这常来常好呢 跟这公子 我的骆鸿逊关系出的还不错 就这么说吧 一个他一个骆鸿逊 还有一个于谦 这仨人 实则同坐 我则同他 行则并肩 后边跟着一个于谦 天天天在一块儿 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呢 三个人就开始互相的传授武艺 取长不短吗 因此呢 这哥萨的感情就越来越深 感情越来越好 单说这一天 任正谦练完功之后 正在屋里喝茶 于谦跟骆鸿逊在旁边陪着 谈到了这个建树方面的事 骆鸿逊就把自己的看法都谈出来了 任正谦是越听越爱听 越听越兴奋 骆鸿逊说完了之后 任正谦说 兄弟 说你不可以的话 有论力气 你不如我 谈到建树方面 我不如你 这样得了 白天我跟我师父学 晚上 我跟兄弟你学 你别保守 你把你凭生所学都教育我 往后我必报大恩 师哥 您这是怎么了 您要是看得起我 你看我哪招有用 我绝对我教给您 不就完了吗 当然您那好招呢 我也学 你别这么刻意 那行 这时候余谦过来了 我这任大爷 你要是瞧得起我 我这加刚板斧 也可以教教你 我这对加刚板斧 鼓动起来 可以说是天下 无伦 当时这一句话 给俩公子说乐 让他说的这个话糙 但是礼不操 天堂子余谦 善是一对加刚板斧 鼓动起来乃是呼呼挂风 可有错是天下无敌 嗯 任正谦呢今天也高兴 我说余谦 这样吧 你先把你这个 斧子给我们练一趟怎么样 好啊 余谦不管三下 是拖了一广膀子 拿着斧子来到院外 站好了 走行门买坡 就练开了 站上死困练 当时罗宏逊跟任务前在这看 信用按条大纸 罢了 余谦的学业 进步得太快 前段时间练 还没这么好呢 这长劲真大 练完喽 要不说任正谦今天性质高呢 余谦 今天咱俩俩来点花活怎么样 什么花活呀 这样咱来个双边队双腹 好啊 说着话 任正谦来到屋里边 参参参 抽出自己的水磨 煮起了钢鞭 拿起钢鞭来 两个人往院一站 刚要屁股 就听这会儿 蹦蹦蹦蹦蹦蹦蹦 脚不声响 来了一个家丁 说几位大爷 可偏恋了 大势 复 我们下一个人都放下了